小飞向 小飞向 饭做好了 你出来吃点吧 好吗 你听得见吗 你听见大一声好吗 你听见大一声好吗 一会儿你可来了 快快快 妳说怎么回事啊 我这打了一路电话都没人接 我也不知道了 都已经两个天了 给自己关在屋里 也不出来 也不吃东西 也不理我 我都快疯了我 不是 你说他什么了 我说什么呀 他根本就不跟我说话 那你干什么了 我想干点什么 连门都不开 是不是人一回来 就给人脸色看了 我连他脸都看不着 我哪儿来的脸色呀 你等着 我要上去问出点什么 我下来我就抽你了 你们有个讲理的没有啊 我受害者 你瞎了你 我来了 你转转眼珠子看我一眼 你说我怎么就这么倒霉呀 你说你们俩好的时候 你们俩谁都想不起我来 只要一吵架 第一个想到的人绝对是我 我不管干什么事 我撒丫子放下手里的活 我就得往你们俩这儿跑 我当你们的介绍人 我还得当你们的 情感调解员是不是 你听不听见呀 你说句话行吗 你看我一眼 我不是上北京 你眼珠子转转就能看见我了 我在这儿呢 傅宝宝 我今儿来找人是有事了 快起来 我给使唤使唤你们俩 快快快起来 你赶紧麻烈地换上衣服 找你们家老爷子去 让他跟你二哥说说 别老让他整天打游戏了 再这么打下去 我们家就要散了 出大事了 你听见我说话了吗 我娘你啊 圆圆 你说这世上最美丽的地方在哪儿啊 方姐啊 你无论是业务还是为人 都那么地好 你就这么离开医院了 太可惜了 我跟老秦 你说都离了婚了 天天还在办公室里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多别扭啊 那你可以换一家医院啊 现在像你这么好的医生 好多医院都求着要呢 要不你去那个私立医院吧 哪儿挣的钱还多呢 谢谢你 小何 其实我不想再当产客医生 接个电话 喂 我马上回来 方姐 不好意思 我得回去了 我老公打电话了 去吧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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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 请客 赶快回家吧 谢谢 谢谢 你老公都给你打电话了 回去跟人好好说 尤其不要当着孩子面吵架 谢谢方姐 那我就先走了 好好好 回去替我们大家好 等一下 方姐 再见 再见 裴皮 朱姐的存酒 还有我的存酒 好嘞 那小怨妇又来了 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得 什么叫小怨妇 谁心里还没有点 不舒服的时候 她刚才那样啊 就是小怨妇 不能天天哭 不能天天哭 啥就把那男人给哭烦了 她好日子也就到头了 在我们村都有讲的 爷爷 家里的女人跟孩子 那可不能天天哭上的脸 宝贝 宝贝 有的宝贝 哭上脸了吗 对不起 没事 没事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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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请我请啊 谢谢方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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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才说什么 为什么呀 你说我们村姑娘比别的村抢手那事啊 因为我们村姑娘没啥烦心事 天天就是 哈哈哈哈 得的彩礼还比别的村姑娘高 等以后再生儿子呢 那公公婆婆抢着给你带 我儿子不就是吗 都爷爷奶奶给带大的 反正 得亏他爷爷没得早点 不到俺家玩丢了这是 来来来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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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心点啊 电话响了 来 媛媛 方姨抱 方姨抱 快看看你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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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都把小嘴给烧了 没事吧 喂 媛媛呀 没事吧 快看看 你家还才让人绑架呢 你家还才出车祸呢 你们全家都绑架都出车祸 我 我跟你说你不得好死 骗子 是 现在骗子多 现在这人呢 还不如够呢 姐 你在吗 我是江南 你干什么呀 你 江南谁呀 你不认识 你介绍我认识不就认识了吗 我也是刚认识 我别 大肌肉 我还没那么怂 帅哥啊 快认识我认识 讨厌 讨厌 又 又来联系了 别等 姐 你在吗 我是江南 你干什么呢 你这么多人 晚上有时间吗 我请你吃饭 你不认识不认识啊 我 您去 你去 我去 我去去 一定也行 心里有鬼吗 我有什么鬼呀 没跟你到去呀 我凭什么去呀 我刚认识他 帅哥凭什么不去呀 大姐 你需不需要我帮你啊 不用 我自己来 好 大姐 我觉得 你应该是个特有故事的人 是吗 什么故事 他们都说 用心看世界的人 要比用眼睛看世界的人 更有故事 你就是这样的人 我觉得挺好的 因为用眼睛看出来的 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用心看出来 一定加不了 你口才挺好的 口才好有什么用 有点傻 你多大了 你猜 八零后 九零后 想不到 你 那么会照顾人 关心人 给人一种安全感 长这么大 第一次有人说我有安全感 我告诉你一事 你知道吗 我女朋友 今天结婚了 特殊 新郎不是我 她跟她上午认识的 下午领的证 领完证之后告诉我 你说是不是特搞笑 你别难过啊 她肯定有 特别不得已的地方 我一点不伤心 我觉得呀 两个人能在一起是缘分 散了是缘尽 我跟她在一块的时候 有钱 我们也住五星级酒店 吃好话大餐 没钱的时候 也吃方便面 住个地下室 我就是挺好的 现在有人替我照顾她 没什么损失 过不了一辈子的野椒爱情 你说是吧 为你的大只若鱼 谢谢 那你呢 我 你有什么 故事要跟我分享吗 吃吧 吃吧 真的不说 不愿意说我们就吃饭吧 对了 大姐 你叫什么名字 开门 还什么要躲我 你干什么呀 你干什么呀 你知道我 一直喜欢你啊 干什么 干什么 你喜欢我是不是 你喜欢我 那也没什么要躲我住 干什么 真不恨 有什么都敢爱的 有什么 有什么 做第一次 看不见 你 赢 赢 赢 快 你怎么回事 对不起 只想不能在这儿 我知道 他心愿还是放不下房贷吧 走 这他爸也得干嘛去了 怎么才回来 去见一朋友 戴什么眼镜啊 好红啊 脸怎么那么红啊 热的 欢迎你是 今天零下十几度呢 你热成这样啊 我早饿了 找我什么事 没事 听好了啊 后来呢 没后来 我告诉你 至少在咱们家里 永远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 换个地方啊 你有完没完 我真为你着急 你说你是 你着什么急啊你 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急 是 你还是个男人嘛 你就是跟我不行 你跟别人绝对不会有问题的 我跟你怎么不行的呀 想当年我也是猛男好吗 想不是猛男还看不上你 你猛什么嘛 我想跟你说她是什么呀 现在你跟别人都怎么想的 就说咱俩谈恋爱人那会儿 咱俩确定关系 至少得半年以后 我才 我才敢碰你的手吧 第一百九十二天 脑子真好事 你不学会计 真对不起你 还是我主动的 你说你什么时候主动过 你能为你主动一次 我就是想说啊 至少咱们那时候吧 你谈恋爱都是奔着一辈子去的 你看现在年轻人 都是一阵子 有的一阵子都没有 咱们俩是奔着一辈子去 谈了不也没一辈子吗 你那都是老观念哪 现在的年轻人 人家要的是 V.I.B.E. 什么 情调 你现在已经傲了 你再怎么与时俱进 你再怎么 你哪怕你生活的古代 谈恋爱就是谈恋爱的样子吧 你结了婚之后 你还是得面对柴米油盐 面对鸡毛蒜皮 吵吵闹闹办办嘴 这是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的意思是 你要找就要找一个 踏踏实实跟你过一辈子的人 那过不了一辈子 就不是爱情吗 我发现你今天怎么老是 跟我较劲啊 我告诉你 分开了那叫原因 有钱 那就住宾馆吃大餐 没钱吃方便便 住地下室 这不是爱情吗 方圆女士 我发现你最近 还真是变化挺大了 黑皮 我不喝黑皮 我喝 不要 这 这 去哪儿啊 这干嘛去啊 你这要出差啊还是 还是 你要干嘛去啊 你 你这 你说话 有话好好说嘛 小飞翔 有话好好说嘛 对对对 你 你跟我说嘛 你看 咱都是成年人 对对对 你快 我错了 我错了啊 你听话听话 别闹了 小飞翔 小飞翔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快快快 咱俩好好谈谈 咱俩谈谈 你别 快点 有点 对 糟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借我点儿吗 这房子可是咱们夫妻的共同财产 你借我点儿钱怎么了 我给你历史不就完了吗 说话 我真没钱 我知道 A H 我 我现在不是困难吗 好 只有在这个思想中 你的贝多芬才能够活下去 除了睡眠 我不知道什么是休息 不是我特别悲哀 我不得不闻以前 花更多的时间去睡觉 小飞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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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小点声吗 你看都几点了 回头啊 回头人邻居来提意见 多不好啊 你听到吗 小飞向 你别念了 明天再看吧 那是我哥家的 不早了 咱们睡觉了 好吗 走 有美丽的故乡 故乡啊 好 好 故乡 是什么一直吸引着我 或许只是盼着环境 能够变得更加的 希望而已 假如没有这个病 你这是干什么啊 我这个希望 也许少说是这样啊 你下来吧 你下来吧 我若能摆过这个病 我真希望拥抱全世界 我的青春是他 我出国到他了 他似乎刚刚开始 我不是一直有病吗 每天我都在接近话 可以预见的 无法确定的目标 只会在基督思想中 你的贝多芬 才能够活下去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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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知道嗎 這個包妳就是怎麼樣啊 這價願願的衣服 在給我夥好呢 這年輕人還是方先生 妳在衣服上買 這怎麼好狀況呀 什麼機會 這包就當時那好幾千買的吧 你也不背 妳吹 這包就好了 好 好 我 你干吗呢 是你跟我说话了 是跟我说话 我问你这儿干吗呢 有您哪 要您终于开进口了 不容易啊 没干吗呀 我这不跟 市里知名主持人 贾远同志拍照片是吗 我这演出服啊 不用这业务 包着门 到网上租一下 这样我就有钱还帮带了 你别碰我 不 我说你什么时候 你能正经点啊 去找份工作 你这都一年了 你挣过钱吧你 我有意义能挣钱 媳妇不就完了吗 反正我这不也没闲着吗 是 您是没闲着 天天在家里 你就盯着屏幕 跟着破游戏交接 组队 打怪 结婚生孩子 当土豪 你能不能现实当中 你争点气呀 居然现在把我所有这些衣服 都拿出去租了 这事还是单位同事告诉我的 你让他们怎么想我 怎么看我 贾月月求疯了 你没求疯 我求疯了 我求疯了行吗 我是没本事 我都不嫌丢人 您嫌什么丢人啊 在你这衣服包什么的 闲着也都是闲着 我挂网上租我 换俩钱 我还房贷我怎么了 我不是没办法吗 你们不就一破主群吗 你们电台以为你开多少钱啊 你至于吗 你买这么多衣服 我买这么多衣服 就穿一次就在那挂着 都是为了我工作 什么工作呀 我挣多少钱跟你也没关系 对 你都不认为 我挣多少钱 那都是我凭我真本事挣的 我没本事 你有本事 我挣多少钱 我也都拿去堵这个房 带着窟窿去了 你说咱们买了这房子 咱们过过清静日子吗 这每天半夜做梦醒了 我看手机 我都怕有银行催款的短线 每天就啪啦啪啦 行了 方律 我也收够了 咱们买房子卖了吗 咱们买房子卖了吗 卖了 这是你说的 钱人 这花我忍一年了 今儿你终于说出口了 这房子我现在就挂上了 卖了去 谁不卖谁孙子 你拿你东西 我拿我东西 我现在我就滚蛋 我现在我就滚蛋了 卖房子 你拿你东西 我拿我东西 我拿我东西 你放这儿 现在就觉得我 我放了 你把我放了 帮你住了 我去腾 给你吧 方先生 喂 妈 你这儿做个什么呢 您 收回我姐 我回头把房卖了 婚离了 我立马上找件 我租一房 我搬了一桌 我不已经天麻烦了 妈 不是 你给我天的麻烦 还少啊 你这一出一出的 你眼睛累不累啊 确实吧 那个 不是 不是 你倒个活儿费 这他太阳从戏部出来了 叫活儿费了 嗯 你急着急着 爸 我把我身上就这点了 你说你一顿 你吃四碗炸酱面 我这 这半个月都不够 你干嘛呢 这翻想倒贵的 倒钱哪 方先生我跟你说啊 你爸叫那么点退休费 我上次 这我不是给你两千了吗 我藏在枕头底下两千 再加上银行的 我救那么点底 我就是为了那 我有个灾有个病 我那是救命的钱 明白吗 没钱了我 要不这样了 你收拾收拾 到你老丈人那儿演一场 那我好给你在这儿演出费 爸 我跟袁袁真的过不下去了 但是您放心 我们俩商量好了 回头儿要把那房一卖 先把那贷款还上 剩下那家买一人一败 说袁袁什么时候说跟你离婚了 他没提我提他 说他没提你你提什么离婚哪 爸 卖房那事就是蒋袁袁提出来的 说是明买的嘛 跟我过不下去了 这卖房子跟离婚这是两码事啊 这是一码事 您想啊 当初买房的时候 不是为了结婚吗 现在把房卖了 正好离婚 那袁袁怎么想的 他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反正呢 这么说吧 你说袁袁呢 那衣裳 那礼服 一件了好几千啊 初一回净就不穿了 在衣柜里挂着 或者我这儿这么困呢 跟他借两千块钱还房贷都不借 怎么想的 能怎么想啊 没事吧 我这儿马上就收拾好了 我归着瓦路给您做饭去 您谢着啊 是吗 有る 是 人家的 可是你这子 可能在衣柜里挂着 那么多了 就这么重要 你是不是 你看看我手术的手术 还能够衣扇的 呢 你怎么办 你刚才要 你怎么办 您是来买房还是来卖房 我就想先来悬个价 您的房子在哪儿 在CBD附近 房屋的面积多少 两百多平米 您当初买房是分机 还是全款卖房 这钱也不得了 我不想让你爸妈多操心 我们结婚本来 就已经让他们更烦的了 我现在还以贯服房子 还没还清呢 贷款的话是个问题 因为这签证到税务的问题 如果要是这样的情况下 总它会牵扯到一些法律 或者税务上的事 所以说如果要是 您不介意的话 您留个联系方式 如果我们有合适的话 那您推荐好吗 谢谢 来 您行 那套还挺好的 就让那套 你根本就这套太贵了 那套太小了 老板那套你都没面子 慢点吃 慢点吃 我噎着了 半波来点 我半波来点 我半波来点 喝点汤溜了缝 我就喜欢你这样 吃下狼腾虎咽 来 舒服了啊 三碗吧 爸 说实话 还是家里头舒服 是吧 您是不是 当年那靠这炸家面 手艺把我骂片盆了 我问您说吧 我们家 都大半年没开过火了 这轮 那海兄给您拎回来了 本来是我姐笑您哪 你说 我们前年 我没少从您这儿临东去 笑醒我岳父岳母去 结果呢 结果我和袁岳结婚这几年 连岳父岳母家门都没进去 我想听说了吧 等今儿起 我就踏踏实实做你好儿子 我笑给你 不是笑你啊 也不能离婚哪 袁岳太高了 我太累 当初娶袁 就是我翘着脚勾着娶的 我现在人又长高了 还踩着高桥往前跑 我实在是追不上了 那这事呢 我总结了一下 谁也不怪 就挂我自个儿 跟袁岳结婚这几年 我光想着怎么对袁岳好呢 怎么能在家多陪陪她 所以我每天下班 我就做饭洗衣服打扫屋子 就没想过说出去多挣点钱去 现在倒好 还得跟您老身手 跟老婆也一致 我丢人了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吗 你是跟媳妇结婚 不是跟房子结婚 你现在欠银行多少钱 头些年估计光还这个利息了 本钱没还多少 反正现在房子都涨价了 都升值了 卖完之后这钱我们俩一分 估计能在河北买到两居 对吧 我回来路上 我瞧你发那宣传单那个 就是那个 距城里四十公里 快速公交专线指导 好着呢 真的 这是在城里边买 买间厕所 你现在在那儿 就买大房子 我想听过了 回头我地方回 我分完钱 我就在那儿买房 搬那儿住去 回头买一小车 没事我回来看见了 我收了啊 姐 怎么是你啊 今天有个库库啊 想来看房 脾气特别急 说改天不行 非得今天来 您看能不试 行行 我进来了 请进 圆圆 我怎么是你啊 我可好长时间 没见你了 可想你了 说那网上那照片 怎么那么眼熟啊 原来就是你家呀 换鞋 你给我拿声脱鞋 自个儿的啊 不愿意拿就光着了 来来来 我呢 剪 我给你穿了啊 谢谢 要是说你们家 这装得是真不错啊 我没记错的话 就你这窗帘 是不是当初头 那网上那特价款啊 你说这装修啊 不能图便宜 这住一辈子呢 结果你也挺有名 你说你这这么便宜 你说你也能整得高拉上似的 所以我特羡慕你这眼光 你们家那方乐呢 忙呢 他是不是不在那健身房了 我有几个那个生完孩子的朋友 说去健身去 我就给他介绍到你们方队那儿了 结果人家一问 说他根本不在这儿上班了 干得没意思呗 跟几个朋友要创业呢 你可千万劝住他啊 千万别叫他创业去 那创业可是个大坑 像你们这家底太薄的 这都不适合忘一跳 尤其别用自己家里钱 就我们家老公 他那个公司没上市之前 你知道最难那几个月 那工资都怎么发的吗 都他自己刷他自己信用卡 又还真是 一看您这样就是老板娘 是吗 没有啊 我挺低调的 是是是 您低调 您低调 我可没能不能生事 那我不也没辙吗 你说现在台里是吧 就我那个栏目最火 那人广告商投了钱 可不得需要点击率高吗 就我那个栏目的广告费 蹭蹭蹭地每个月都往上涨 我这也被逼的 其实我特想跟你一时 为了份工作人辱负重呢 可是咱脾气不行 别的都没事 就受不了别人气 再说了 我那老公 他也不让我出来上班啊 你这样挺好的 你就在家带带孩子吧 顺便看着老公 你说你老公的公司刚上市 人都说了 男人有钱就变化 回头你老公备月你 在外面找个小三小四小五户的 我老公根本不可能 我有秘密武器 什么武器啊 分享分享分享 我们有孩子呀 我老公要敢在外面 给我朝三暮四 我带着孩子 立马让他进身出户 扫地出门 对了 你和风儿还没孩子呢吧 跟你有关系吗 我跟你说啊 这生孩子他不耽误时间 你说你从怀孕到生 再到坐月子 最多一年时间 你说远远 你跟外面也挺拼的 是吧 你在电台里弄会儿工作 在外面还得挣歪块 时间不等人 你这精力 岁数都不等人 你说你这年龄越大了 你这就生不了了 而且生了你也没精力带 我原来跟你一个想法 就想说把这工作做好了 完了有点经济基础 再生孩子 结果这不一不小心有了吗 你都不知道 那会儿我跟台里 这辞职的时候 我心里天天多慌啊 我就怕哪个月 倒是交不上奶粉钱 你还真别说 就我们家那位 有了孩子 当了爹 那就是不一样 那责任心 蹭蹭蹭往上涨 玩了命的给我赚钱 而且对我吧 也越来越耗了 这不是 刚给我买辆新车 今年新款 顶配 这不是又说 要买你这学区房 你说你这学区房 住得挺好的啊 你干吗要卖啊 好几年住在市里 高楼大厦的 我们就想搬到郊外去 换个别墅 换个口味 你要住别墅啊 对啊 千万别住别墅 我跟你说 你就那取暖费 什么物业费 七七八八一大堆 那可不便宜 那别墅就是说着好听 其实根本不实惠 你这不是我上个月 刚卖一套小连牌 又对了 你有车吗 你就买别墅 我真挑着呢 那别墅得买车 而且得买好车 要不然你们家那保安 都看不起你 言归正传啊 咱们说说你这房子 我听那中介说 你这还有贷款呢 这么着吧 我全款 你呢给我便宜几个平方 就你这东西啊 我都不要 都给我搬走 这太便宜了 别说了 说漫天谁买啊 你买还你老公买啊 我老公出钱 写我名啊 这房子 我觉得 要是你住的话吧 我这心里还挺不落忍的 你要买的话 就不卖了 不是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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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你带到这个世界 虽然 虽然 这个世界 有很多的美丽 可惜 这个世界 还有很多问题 你 咱们 我爱你 我爱你 宝贝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未来这个世界 更多的问题 幸好 我们心中仍有 美丽 宝贝 只要学会 宽容善良 只会坚强 宝贝 只要唱歌 你会美丽 你会快乐 你会懂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